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魏玲 因為疫情封鎖一個星期的深圳 在3月21日宣布解封 暫恢復一個星期的生產和生活秩序 但是疫情限制解除後 深圳鹽田港卻更加湧倒 令因為疫情和俄乎戰爭而造成的 全球供應鏈瓶頸更嚴重 3月20日 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報說 21至27日期間 深圳公交、地鐵全面恢復運行 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生產經營單位等 恢復正常工作秩序和生產經營 但是隨著工廠生產和物流恢復正常 全球第四大集裝商港口深圳鹽田港湧倒加劇 CNBC商業分析師諾里·拉羅科表示 儘管封城期間鹽田港並未關閉 但實際上貨運業務已停擺 港口不僅需要接受船隻靠港 還需要有人開卡車 將貨物搬出倉庫 沒有人就等於沒有貿易 根據航運巨頭馬士基上星期的估計 中共當局對卡車司機的病毒檢測要求 以及深圳和附近城市之間更嚴格的道路控制 對該地區卡車服務影響達到40% 深圳市某電子廠的一名員工 3月22日告訴大紀元 經過一個星期的封城 深圳元氣大傷 物流和生產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他所在的公司連工資都不給 員工在微信群裏追問老闆 什麼時候發工資老闆都不敢回應 貨運代理公司卡古特斯國際採購副總裁 屍體分離盧米斯表示 中國疫情封鎖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 可能類似於去年蘇伊士運河堵塞所造成的損失 中國製造業約接全球製造業的三分之一 深圳即是中國製造業、科技和物流中心 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從中國運到美國的海運貨物中 大約25%需要經過鹽田港 而深圳 50%的出口貨物 和中國的90%的電子產品 都要通過鹽田港運出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安德森管理學院經濟學家 余偉洪教授對大紀元表示 需要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國家 特別是美國都會受到深圳封城的影響 余偉洪告訴大紀元 目前深圳宣布暫時解封一個星期 如果因為疫情嚴重 深圳再次封城 會造成更多的不確定性 這樣解解封封 將會被企業和全球供應鏈 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如果需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出現短缺 勢必加劇美國現在面臨的通貨膨脹 2021年6月 深圳嚴田港因為疫情封鎖著一個月 造成數萬個海運集裝商積壓 導致很多船隻不得不在港口外等候數個星期 嚴重衝擊了全球的供應鏈 2022年2月 中國新年假期和3月深圳等地的封城 令美國西部港口稍有詮釋 最繁忙的洛杉基港和長灘港 終於有機會處理之前積壓的貨物 根據南加州海市交易所MESC的數據 3月17日 兩大港停靠的船隻只有48艘 遠低於1月初創下的109艘 不妨長灘港副執行主任 諾埃爾哈徹加巴3月15日告訴彭博寫 深圳封鎖造成的影響 將會波及洛杉基的可運酸流 洛杉基港執行主任 吉恩·塞羅卡3月19日接受 《華爾街日報》採訪時預計 未來幾個星期會有大量的船隻湧入 根據分析公司VCA Research 的預測 中國疫情動態對全球通脹前景構成上行風險 除了中國經濟放緩對全球經濟活動的直接影響外 中國疫情封鎖措施可能會加劇全球供應鏈的中斷 余偉紅表示 中共清零政策是最差的防疫政策 它不僅會對中國 而且會對西方經濟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 它認為中國應該審視清零政策 考慮採納世界各國普遍認可的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另外 它認為 中共清零政策將會加劇全球擺脫 或者降低對中國製造業的依賴 事實上 這種趨勢早在疫情爆發後就已經漸漸發生 如果中共採取更嚴厲的清零政策 會加速全球的這種抵抗 另一方面 中共水利部發布信息 南方部分地區由於持續降雨 14至17日累積降水量50毫米以上 雨區的覆蓋面積達16.2萬平方公里 最大的雨量達183毫米 受降雨影響 長江 下游 懸江 支流 秋蒲江 黃盤河發生超景洪水 依賴中國入信日期確定的有關規定 今年入信日期是3月17日 較往年平均入信日期4月1日編早15日 較早前 在3月8日召開的兩會上 水利部部長李國英在今年 中共兩會上承應 今年的信期 特別是6至8月份的信期 北部 南部發生洪水的可能性較大 北部大於南部 從流域來說 北部的暖江 松花江 黑龍江 海河流域中北部水系 黃河 中油 幹流和支流 京河 焚河等河流有可能發生 流域性較大的洪水 南部長江上游 珠江流域西江 東南沿海珠河有可能發生區域性洪水 中部地區長江中游 漢江下游 有可能發生區域性干旱 江河定期的漲水現象稱為遜 遜期是指江河連續漲水的時期 通常有兩種含義 一個是指河水至起漲至回落的時期 另一個是指河水上漲 和回落到某一個水位或流量 遂進行防守的時段 即是防汛期 河南水利廳署長馮林松 在入訊前召開的全省防汛會議上承認 新鑑定的38座病險水庫 其中13座是大中型水庫 25座是小型水庫 由市縣政府負責利用地方債等資金組織收復 並再次提到鄭州去年7月20日的特大暴雨洪水災害 2021年7月20日 河南鄭州遭遇特大暴雨 鄭州城外的常莊水庫 沒有預警洩洪長達14小時 直至20日深夜才發出通告 鄭州市區已成水鄉窄角 洪水倒灌入鄭州地鐵 但地鐵5號線仍未關停 導致沿線多路段染水 有數百名乘客被困在車廂中 另一個是鄭州市區 長達4公里的京廣路隧道 在5分鐘內染滿 洪水退去後 從京廣北隧道拖出260多輛的泡水車 部分已經變形 到處都有屍體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溫妮、梁欣、黃佳怡 綜合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到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